先說回今天的即市走勢 上星期五未股大跌 恆生指數回落低開300點 9點半期指續28,414 比上星期五線中低264點 現火開內地股市下跌 內險離口低開後持續向下 期指9點34分 建議上週的低位28,290 汽車板塊做好另外若名創新高 傳統股匯控有邦和港交所下跌 科技股中騰訊小米繼續捱沽 美團做好少少 各個股走勢極之兩極化 期指低開後反覆做好10點26分 建議全域高位28,517 納指大回吐一眾科技板塊又散落 其餘強勢股保持早段走勢 升開個堆升少了 而跌開堆持續在低位 期指中後段跟外圍下跌 10點半期收報28,352 乘下午早段外圍下跌 港交所、友邦、騰訊小米繼續上週的弱勢 期指慢慢下跌 1點34分 建議全日的大位28,243 收市前部分個股先輕微回討 10點半期收報28,412 談談明天的個人即市策略 先談大市 上週五未估全線大跌 香港回到裏列口低開300點左右 按比例下跌得不算多 個股維持上週 熱炒個堆在大跌市下依然可以做好 汽車板塊、術星科技、若名等全都在高位收 主題每天都有 時日個股又大升又大跌 互相抵銷 如果市底很弱 不可能可以這麼多個股破頂 日中期指3度穿過28,300 而最後都可以收到在AO位置上收 短線有好轉的跡象 留意上週五未試期指4時高位收後 4時至4時半有一段超過100點以上的單邊向上夾走勢 這個情況不常見 通常都有後續 但內河星期五未估實插得太多 所以今天就算熱口低開 個人即使也看得不算太淡 明天開好倉位置 即使好倉為28,350 加50點見即使好倉 設施位開倉為150點 見淡倉位置 28,620 加50點見即使淡倉 設施位開倉為150點 小編迪提尼除了見字飲水 見字早睡 還有見字站好 還有留言 還有分享 記得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